第2481章 《灵花仙子的洞服》 恶火头头连上出现了一丝疲惫之色 将这几日的经历微微讲述 所有人听的是瞠目结舌 连林轩呢也有些无语了 这哥们几乎是一路打过来的 其好勇斗狠的程度 简直不属于那些古魔 不过其修为确实不错 换一名同级修行者在这样的情况下 能不能杀出条血路还真是两说 好了 大家不要感慨了 我们必须快点离开此处 恶火道尧既然是一路杀到这里的 其行踪肯定引起了更多要求的注意 要是我们继续留在这里 费性老者的话还没有说完 顶到即止 毕竟在座的没有白痴 都能领会他未说完的含义 其他人互相看了一眼 自然没有意义 于是 由费性老者引路 几人各斩神通 迅速异常地离开了此处 为了避免 要求看破踪迹 他们没有按照既定的路线走 而是故意绕了个大圈 虽然这儿一来啊 路上与原先相比明显增加了许多 但至少安全是有了着陆 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果然没有遇见妖族 经过近十天 艰难辛苦的跋涉 这天 在一座小小的峡谷面前停了下来 此峡谷的两侧 都是万丈高的雪山 不过在 寒破冰原 这儿连民不绝的 雪山呢 并不罕见 至少一路走来 类似的景物 他们就看见了几十处 丝毫不以人注目的 别说那几个动旋级别的修仙者 就算连转将神石放出 也没有发现这里 有任何的不妥 他甚至一点也没有感受到 静止的波动 若不是有人带路啊 雷群估摸着 自己就算是从这里路过 也绝对不会注意这峡谷分毫的 这里真的是那位 零花心子最后座画豆腐吗 反而 你确定没有带错路 各位导游 你们慌什么 班某若没有一定的把握 又岂会长呼呼的 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呢 范姓老者显得信心十足 而他这番解释 也确然是很有舒服力的 其他人就算还有些疑惑 也都是将嘴巴闭上来 不过 每个人的神石 却有意无意地 将范姓老者紧紧锁住 在穿越 寒颇冰原的路途中 大家可以精神合作 但真寻找到了宝物 每个人对其他的同伙 肯定都会有一定的防备心思 毕竟修行之路危险极多 背信弃义的事情 那是毫不足其的 范姓老者自然也感受到了大家目光的不同 不过他的脸上却毫无疑色 故作不知地袖宝衣服 一张黑乎乎 仿佛兽皮模样的东西就飞了而出 此物不过八张大小 仿佛鬼画幅般地刻画着不少东西 雷神目光扫过 以他的眼力自然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上面标记的是什么 却也是一阵模糊 完全看不懂 雷神注意了一下其他修士的脸色 也都是惊讶盲人的居多 显然他们心中的疑惑 并不比自己少半点 当下所有的修士皆不说话 任由呢 发现老者忙活 直接呢 对照着既像藏宝图 又像兽皮的事物 在峡谷中挪动了一款石头 转过身来 又在那块冰面上按了一下 诸如此类 忙了足有小半个石神的功夫 咔嚓咔嚓的声音传入耳朵 眼前的身风开始剧烈的抖动 随后居然向旁边挪一类小段距离 一个黑乎乎的地洞出现在视线里 雷神脸上流露出了惊讶之色 并不是因为雪山移动了 对于他这个境界的修心者来说 移山倒海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让林轩惊讶的是 移动着身风的并不是什么禁止之力 而是用凡人世俗中的机关傀儡之术 怪不得自己丝毫没有感受到法力的波动呢 其他几人的表情也差不多呀 一个个揭露出了他为官职之色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柄突起 一声长啸 由远接近的从天边飞速传来 接着远方天际蓝芒一闪 一道惊鸿由远处飞驰而来 转眼间呢 就到了几人的上空 蓝芒一脸后 一形貌古怪的修饰出现在眼前 此人看上去四十出头 头戴鱼罐 身披兽袍 相貌猙獰一击 而且一脸的麻子 看上去呢 更是平天了几分凶力 雷薰目光扫过 一眼居然没有看出此人的境界如何 而且他浑身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呢 也十分的奇特 不是人类 不是妖族 与古魔也拉不上关系 难道是我 雷薰一手俯额 那张露出几分完美之色 而这怪人一看清楚此地 竟然聚集的有这么多修仙者 表情也是一恶 但等他看清楚 雪山已经挪移了一定距离 并露出了那深不见底的大洞时 表情更是难看无比 鼠辈 活得不耐烦了 居然敢觊觎本尊者的洞府 还不快滚出去 否则 我将你们一个个冲魂领破 你的洞府 雷薰等人一恶 不由的都想翻行老者望去 他该不会是搞出了一个乌龙吧 连宝物的地点都弄错了 咳咳 翻行老者一声轻咳 脸上同样闪过丽丝尴尬与狐疑 各位寥友不要听着胡说 这里绝对是 灵花仙子作画的洞府 我们联手 先将这怪人给灭除 什么 你们知道这是灵花仙子的洞府 好 那就一个也不能放你们回去了 那官人听了脸上闪过丽丝轻起 随后袖袍一服 两道绿芒 由衣袖中飞射而出 这家伙够大胆的 面对这么多高阶修仙者 居然没有分毫的畏惧之策 说动手就动手 不知道是不是柿子 剪软的捏的员故 那两道绿芒 都是冲工装美副 飞链去的 此女大怒 她毕竟也是动玄级别的呀 真那么好欺负吗 同样是欲走一舞 两条彩带飞链出 迎风一闪 居然画成了树柄透明的仙剑 灵光大作 向了两道而绿芒迎上去了 两者一接触 轻轻声传入耳朵 那绿芒居然不堪一击 轻松的就被搅为了粉末 划为数十个光点 向地面落下去了 这样的结果让其他准备动手人一呆呀 工装美副也是 刹然了起来 难道对方仅是嘴皮子厉害吗 第2482章 灵鼠修士 随后那些绿色的光点 坠落到了地面 并且灵光一闪的 就此融入冰原 彻底消失不见 轰隆隆的巨像声传入耳朵 方圆树里整个空间 都轻微的颤动了起来 这是 雷神瞳孔微缩 其他修行者也发现了不妥 他们脚下的地面呢 不知何时 竟然浮现出了一块 灵光闪闪的圆形阵图 随后周围的空气 突然莫名其妙的凝制起来 四周光辖闪动不已 如同将一枚石子投下小壶 今目所见之处啊 到时候都是诡异异常的灵波 难道说 雷神心中 隐隐有了猜测 以他的实力 未必不能化解眼前的危局 然而雷神却选择了放弃 什么也不做 静观其变而已 仅仅过了几夕的功夫 周围的灵光一连 眼前的景物却是大变 放眼望去哪里还是 飘着鹅毛大雪的冰原呢 而是来到了 一直被茂密的森林里面 不错 就是森林 周围皆是餐天大树 还有许多见都没见过的植物 一时便刻 那寻妙的感觉难以言语 这是什么 莫非是幻术 惊呼声传入耳朵 黎神回过头去 就看见那公装美妇 此刻 此女的面容上满是惊讶之色 刚才的 自得已经是一分的看不见了 恐怕不仅仅是幻术 有一个声音传入耳朵 雷神回过头 就看见那锦衣大汉 神佛在身侧 此刻 她的脸上满是凝重之色 哼 是不是幻术有什么好讨论 我们这么多高级修行者 难道还怕那区区一个莫名其妙的怪人吗 恶火头头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里面满是不耐 她的性格向来是好勇斗狠的 这样凡事都要小心翼翼的感觉 实在是太难过 看我一把火 消了这些讨厌的植物 欢迎未落 她伸手在脑后一摸 最后就寄起了一样宝物来 雷神目光扫过 见是以火红色的 原薄 表面搂刻着符文颇为奇特 看来多半是有几分不凡了 最后头头也不耽搁 左手一甩 仰手就是一道法掘 向前方击射过来 砰的一声融入那原薄 最后子宝翻转 从里面喷出大片赤红色的火焰 雷转折 居然化成了树头赤红色的火焦 张牙五爪向着前方扑去了 五行相生相克 不管是三天大树 还是什么奇华异草 火焰自然都是他们最为害怕之物 何况这家伙 竟然号称恶火投脱 所修炼的火焰 自然也就是颇有灵妙之处 雷转表面不懂声色 暗中也是颇为佳许的 就同间修士的标准来说 这恶火投脱的神通确实不弱 雷转 冷眼旁观着 其他人的想法虽然是各有不同 但既然有人愿意当这出头鸟 他们当然是乐进其成的 于是也都在一旁 看起戏来 说实那只快 那几头火焦甚是凶猛 眼看呢 已扑到了森林的上空 然而就在这时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明明没有封 葛森林中的树木却开始左右摆动 最后那最为高大的几颗参天大树的表面 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长出巫术漫腾来 那些漫腾的表面还生有尖刺 就仿佛有生命似的 如同鞭子一般 狠狠地朝着那几头猙獰的火焦出落 乍世间 噼里啪啦的声音不停地传入耳朵 短短几夕的功夫 说一百计的漫腾 虽然被烧成了灰烬 但那些火焦也不好过 同样被抽得烟消云散了 这 恶火头脱一呆 脸上觉着火辣辣的 这实在是太没面子了 眼中凶芒闪过 他的左手的腰筋一摸 以赤金色的馋掌就浮现而出 最后头脱双手一合 将馋掌的一端握住 口中有神秘的咒语声传出 他的身体居然变大 在顷刻之间就化为了一身高十掌 严若同龄的巨人 巨大树 眼前的羞是坚能认出 不过能将巨大树修炼到如此收发犹新的地步 恶火投脱 确实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变大后他一声力喝 那声音就与晴天打了个霹雳差不多 手持铲掌 狠狠地朝下方扫落 而森林中突然也是灵光喷勃 砰砰砰的声音传入耳朵 从里边飞出了无数巨木 长短虽然不易 但最小的也有十丈鱼 如同鱼点一般向着恶火投脱迎去了 由于巨木的数量太多 沙石坚呢 在森林的上空竟然组成了一堵木墙 那生日看上去着实让人害人 砰 蝉杖扫去 无数的木头化为了几粉 但此攻击也被挡住 恶火投脱 视若奔雷的一击 影声声的被弹开掉了 如此一来 旁观的修心者出了林轩 人人揭露出了惊讶之色 周围导游 大家一起出手 犯行老者一声招呼 当心记起了自己的宝物 是一堆方天画戟 迎风一闪 就化为两条蟒蛇 伤牙无爪的向着前方扑去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 于情于理 其他的修士自然也不好在袖手旁观了 也纷纷的各展身通 记起自己的宝物 只见那白发老玉将手中的龙头拐杖 往地上一跺 顿时啊 一道白蒙蒙的旋风出现了 开始呢 还不惜眼 但迅速的暴涨起来 连天接地 向着那木墙 横扫而去 这位那紧袍的中年人 则是祭出了一律如意 表面光运喷波 幻化出了一英手尸身的怪物 张开血分大口 一道道肉眼可见的声波 向着前面喷勃 至于那中年美妇 依旧是将彩带 幻化成了树柄仙剑 四幻尸杰 将着前面劈砍而去 雷仙剑的此幕 不出手是不行了 于是修炮一幅 放出了一通体碧绿的仙剑形状的宝物 也直奔站团而去 他表面不动声色 心中却是颇为窃息 事情到了这一步 雷仙若还是看不出几分敦倪 那未明也是太搞笑了些 这怪人的神通如此奇特 眼前的环境呢 也并非是幻术 那若是没有料错 这家伙多半是一通灵的植物来着 当然通灵的植物 未必都可以用来炼制身内化身 不过眼前这怪人的出现 至少表明了一点 那位灵花仙子真是德鲁伊没错 这里既是他的洞服 恐怕呢 真能够得到自己何用的宝物 雷仙有些期待了 要不要出手将这家伙拿下呢 毕竟已经找到了灵花仙子的洞服 自己似乎没有必要再隐藏实力了 心中如此想着呀 不过随后 雷仙又摇了头 毕竟还没有真正见到宝物 而犯性老者的行为 着实是有些诡异 他聚集自己这些人 一起寻宝 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几人合力 通过寒泊兵源会安全一些吗 这一点 雷仙一直心中存疑 横梁立弊啊 他决定再等上一等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虽然自己的实力远生这几个家伙 但小心一些总是没有大错的 心中如此想着 铃神压下了出手的冲动 继续滑水 反正只要行露出 一名洞玄期修饰该有的水瓶就可以了 哼 爆裂声大作 那木翔虽然非同小可 他哪经得住这几位修饰的合力 很快呢 就分崩离析 几人的宝物一起向着森林中杀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边突起 两刀绿芒无声无息的 向那宫庄美妇斩去 这两刀绿芒速得极快 然而却毫不起眼 更玄妙的是啊 他们的法力波动 皆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掩盖了 宫庄美妇丝毫反应也无 眼看就要香消玉云 小心 就在这时啊 一声力鹤传入耳朵 林轩操纵先进 将那两缕力芒挡住 这儿的攻击 他就算不施展天风神木 也无法将他瞒住 多谢道友 死里逃生 宫庄美妇 面无人色 感激着向林轩道声谢 随后一声娇和 又是一柄柳叶飞刀形状的宝物挤出 向着天空某空无一人的方向刺去 乒乒乓乓的声音传入耳朵 空间波动一起 那怪人的身形 陷陷在尸线里 因为偷袭被林轩挡住 导致他的身情呢 也意外的暴露了 其他几名修饰大喜 总算找到正主了 哪里还肯放过 纷纷将宝物放出 一时间怪人的处境危险一急 他的实力也不过是相当于洞玄期 被庶民同街修士围攻 可不是说笑的 尤其是这六人还都不是弱者 林轩隐藏实力暂且不说 范姓老者 恶火偷脱 还有那紧袍大汉实力 都有不凡之处 很快 惨叫声传入耳朵 那怪人先是被恶火偷脱的 蝉掌击中 一时虽然没有陨落 但重伤却是免不了的 这里来啊 处境越发的艰难 敏青又招架了一盏茶的功夫 为宫庄美副的仙剑取下了头颅 子女还不解恨 操纵宝物继续斩落 等等 不用林轩出声阻止 却让范姓老者将她的攻击给挡架掉了 到底为何来我 曾经里长展规了一丝怒涩 夫人切莫动手 请看看再说 范姓老者悠然的声音传入耳朵 里面带着几分兴奋之所 话音未落 周围的一切骤然发生改变了 之间景物一阵模糊 满目的翠绿消失的没有踪影 眼前哪里还有什么森林呢 它们分明是在刚刚的冰原里 2483章 通灵核首物 众修士彼此目光扫过 表情皆有些迷糊 刚才的一切 我也是太过玄妙的 死幻术 又非幻术 难道就是这自然心法的神奇吗 刚刚那怪人自称此地的主人 他与灵花仙子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诸般疑问浮现在脑海里 包括此而此刻 众修士也没有想太多 大家的目光都落想身前的遗物 这是 那宫庄美妇 眼口惊呼 万年何首物 恶火头头的连帐 也满是惊喜之色 实力到了他们这个等级 千年灵物已不知一提 不过万年的宝贝 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道友虽然诧异 这哪里是什么万年的东西 根本就是一通灵之物 若是本尊没有料错 他就是刚刚那怪人的本体了 紧薄大汗的声音传入耳朵 虽然这番言语仍是推测 不过语气却是十分的肯定 也难怪他这么说 因为眼前的何首物 根本就与普通的灵药大不相同 一眼望去 竟有点像人参果 整个形状已是人形之物 可惜长得太丑 眼而口鼻与刚刚那怪人呢 微缘微笑到极处 通灵之物 在场的修饰听了 表情无不火热 灵药也是分等级的 而通灵的宝贝 无疑是最珍贵的 然而林寻目光扫过 却并没有太过欣喜 而是兴致缺缺的 虽然凭心来说 眼前这何首物 也确实可以拿来做 炼制的身内化身的宝物 不管那又如何 这何首物是通灵草药没错 但品质却是差强人意啊 而林寻的眼光 远胜同阶修心者 这种程度的何首物 他是看不上眼的 要么不做 要做呢 就做最好的 本正宁缺勿滥的原则 林寻是不会随意看见一株 通灵植物 就拿来炼制自己的身内化身 然而 他看不上眼 其他几名修士 却起了一些争端 如果不是 估摸着 林花仙子的洞府中 还有更好的宝物 说不定 他们就已经动手 打起来了 最后 还是呢 范醒老者一声轻壳 提出了一个 折中的方案 各位导游 怎么说呢 这次的寻宝路线 也只有小老而提供的 我是不是应该 多拿一点宝物 这何首物归我 各位 应该没什么意见吧 几人听了 面面相聚 这番话倒也是 入行入礼 最后众人 商量了几句 那紧泡大汗的声音 传入耳朵 好 番道友 研制有礼 不过此喝着 乌乃是通灵之物 价值非同小可 也许 林花仙子 仪宝中 最重要的 就是此物 因此 你既然拿了它 一会儿进了洞府 就不能再提别的要求了 不论找到什么宝物 我们都要平分 不错 番道友 既然提供了消息 但我们呢 却是一起冒险的 你若拿喝着物 其他宝物 就必须平分了 恶火投投摸了摸 头颅 凶狠的声音 传入耳朵 好吧 范姓老者略迟疑 最后同意了这个提议 不过眼中的不甘 那却是显而易见的 但不管如何 这件事情 总算是告一段落 等范姓老者 在众人羡慕的表情中 收起喝手物 最后大家的目光 就集中于 雪山一开后 所露出来的 那个地洞 此洞黑乎乎的 引有寒风吹出 并有一个 博大的青石台阶 直深入地底深处 雷神将神释放出 刚一进入 就被反弹回来 不用说 这里 有着颇为玄妙的 静置在里面 大家小心一点 范姓老者 说这么一句之后 带头走了下去 其他人略愁愁 也都随后跟下去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 何况宝贝就在眼前 就算这地洞 有些古怪 他们也没有 退缩的道理 富贵贤中求 修为能到洞寻期 岂会不明白 这个道理啊 想要获得好处 当然需要有一点 冒险的魄力 台阶很长 而且两边的石壁 并没有镶嵌着 能够发光的宝石 神释在这里面 又受到限制 虽然不至于 变成笼子瞎子 不过危险 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人都提起了 十二分小心 既怕被铜板偷袭 又怕这古修洞府中 有可怕的危险 找上自己 雷雷轩呢 也不敢大意 不过 他的情况 到底要好一些 眼眸深处 银芒闪过 即便丝毫光亮也无 然而借助天凤神木 雷轩依旧将这一切 看得清清楚楚 过了约翼斩茶的功夫 众修是已经下到了 地下千丈深处 随后前面出现了亮光 一直径石上鱼的 云形大厅映入眼帘 此大厅空旷异常 别无他物 唯有在中间的地方呢 矗立着几个石柱 而那些石柱 并不是胡乱排列的 错落有致 在石柱的周围 还有一些符纹古怪 以及连在一起 构成一个类似于 阵法形状的东西 这是什么 恶火投驼的脸上满是 胡义之色 其他人呢 也纷纷围了过来 打量起那石柱 老夫也不晓得 我上次来到此地的时候 这些石柱就是在这 据我推测 范姓老舌 悠然的声音传入耳朵 哦 本老 你的推测是什么 恶火投驼 接口了一句 但紧接着就发现了不妥 脸色大变 什么 范老师 你曾经一个人来到 做个自助 其他人也惊呆了 朱温疑问浮现于脑海 对方以前既然来过 为何没有去做宝物 而且好端端的邀约自己 这些人一起寻宝做什么 虽然除了林神以外 他们每一个人都与范姓老舍 有些交情 但要说为了一点情意 对方就将宝物赠予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除非他的脑袋有问题 毕竟修仙修仙 拼的就是资源 除非是双修道理 否则谁会将宝物拿出来 与对方共享呢 那不符合常理 甚至可以说荒谬一极 这样的怪事发生 对方呢 一定是有目的的 俗话说 无视 谢殷勤 非见其道啊 范朗儿可是出了名的 狡猾奸诈的人物 一定是不怀豪意 林神不了解 范姓修仙的性格 但其他几人 都与他相交上千年了 虽然谈不上知根知底 但这个表面上的东西 又岂会有 不知道的道理啊 两千四百八十四章 五毒 必残骨 竹半箭套转过 除了恶火投驼 反应较慢 其他几人 无不发现了不妥 不好 紧袍大喊一声爆合 浑身的护体灵光 轰然爆发而出 然而 已经晚了 下一刻身侧 绿芒一闪 随后 他的护体灵盾 就仿佛 不仅一般 被撕开 一只可怖的鬼爪 毫无征兆地窜出 此爪 实质尖利 速度更是快级 一下子 从他的后背插入 鲜血 狂涌而出 就算是洞悬期 修仙者 受这样的重伤呢 柔身也铁定云落 除非他有起死回生服 然而 那是不可能的 锦袍尊者瞪大了眼睛 表情满是怨毒 他虽然料到了不妥 也没有想到 对方心狠手 拉到了如此地步 他究竟为什么 下杀手呢 不过 这已经不重要了 凌芒一闪 一寸许高的云鹰 浮现在了其头顶上面 手中抱着 一龙眼大小的圆球 慌慌张张地 想要寻找逃身之术 可惜注定是头脑的 对方既然费尽心机 布下了这个局 怎么可能放他离去呢 一张大网出现在尸心里 原因尽管 施染了顺一枝树 然而面对着天罗地网 也是徒劳的 一头撞进去了 最后那宝物的禁止发动 让他动弹不得 为什么 紧包尊者瞠目大喝 浑身上下 力气喷勃 他自问与对方 往日无怨尽如仇的 甚至可以说 交情还不错 他为什么 要处心积虑的 陷害自己呢 繁星老者笑而不语 另一边 同样传来惨叫与抱贺 恶火头脱的下场也差不多 白发老玉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手了 他们俩从一开始就约好 可怜恶火头脱的直立 或许是这五名 动寻其修饰中最强的一个 然而面对偷袭 也没有多少还手之力 同样是肉身陨落 原因被对方给束缚 你们两个要做什么 宫庄美副大惊失策 苏丽夏退开 距离两人有树杖之缘 然而 却不敢反身逃往 通道外面 那样会露出绝大的破绽 非被对手给偷袭不可 与其他人相比 他的实力原本就是偏弱 此而此刻更是不敢冒险了 义夫人 你如果乖乖地束手就付 还可以少受许多苦楚 范姓老者依旧是和音乐色 然而如今在看这副面容 却让人觉得猙獰异常了 师兄都到了这一步 还何必与他啰嗦呢 不管他束不束手就付 都已经是我们囊中之物 老白发老玉站直了身体 人的表情更是冷漠一急 什么 你们是同门 公庄美副大惊失策 随后冲林轩转过头颅 林道友 事到如今 我们只有联手 才有希望杀出条血路啊 啊 环月落 他突然一声痛呼 一手半头满脸的痛苦 同时 子女的小臂 灵孔都被一层 盈盈的绿光包裹 肌肤下面 更仿佛有魔虫爬动似的 而那白发老玉则 单手掐绝 因由古怪的咒语声 从他的嘴巴里发出 你 你得不做神吗 也没有什么 只是一道友可还记得 数月前找我讨要的那颗壁心丹嘛 什么 你在丹药上做了手脚 也谈不上什么手脚 我只是在此丹药的基础上 加了一点点 五毒 五毒必残骨罢了 白发老玉阴冷的说 什么 宫中美副惊骇欲绝 五毒必残骨的厉害 他当然心中有数 太大意了 不过 也不能怪他粗心 谁能想到 一厢交好的朋友 会突然算计自己呢 好了 看在以往的交情上 老人也不想看你太痛苦 乖乖地将原因交出来吧 白发老玉 怀疑未落 手中龙头拐杖 向心点出 啊 一声惨呼 最后那宫庄美副 身不由己地往下落 喷的一声摔在地上 晕了过去 灵光一闪 一面容酷似她的云莺出现 不过也是昏迷的 白发老玉的脸上 闪过了一丝阴森之色 绣袍一服 一道灰色的光辖 飞着而出 将这云莺裹住 然后给拉了回来 整个过程说来反复 其实呢 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最后她与 范姓老者回过头 呈左右夹击之势 将雷轩给包围了 你们 雷轩的脸上也满是惊讶之色 当然 这表情完全是装出来的 至于如今已到了 图形必见的一刻 她为什么还要演戏呢 那当然也是有林轩自己的一份考量的 总之 现在还是不到行路实力的时刻 倒要是乖乖的将原因交出来 还是准备吃一番苦 范姓老者笑眯眯的说 事情到了这一步 她那虚伪的表情看上去 越发的令人憎恶 而林轩脸上的表情 则惊慌一急 看上去她似乎在小心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深深的吸了口气 刀佑从一开始就算起我们 林某人猜了 不过 你想要我的原因吗 林轩说到这儿 脸上露出几分悲壮的笑意 别做梦了 不好 她要自爆 范姓老者的反应也是极为迅速 速度一下向后退出 这时候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没有想办法防护 毕竟通街修士的自爆可不是说笑的 一不小心被卷进去 就是陨落的结局 该死 这这情侣必有一事 没想到小子居然有自爆的勇气 范姓老者懊恼不已 但这时候郁闷是没有用处的 她真情一闪已退到白发老郁的旁边 最后绣袍一服 寄出了数件防御的宝物 白发老郁也是同样的动作 此时只有两人联手 才有可能撑过这危机的一刻 这时候各色光芒耀眼刺目 在两人身边出现了不下十个各种颜色的保护膜 然而就算这样 两人依旧没有十足的把握 包括是军人士而听天命了 下一刻轰的证据想传入耳朵 刚风四射 雷神真的自爆掉了 一名动权机修士的自爆 当人是非同小可 最外层的保护膜几乎是如同纸壶一般 被撕裂掉了 接下来的一面大盾 在这儿的威能下也化为了一堆废铁 两人不想防御一层一层的被撕破 好在那可怕的威力也如今被削弱掉了 第2485章 相间和太极 短短十几期的功夫 给人的感觉却是那样漫长到极处 终于刚风散去 爆炸的欲波也慢慢化为了虚无 唉 分清老者松了口气 脸色苍白已急 刚刚还真是危险 差点在阴沟里翻船 这林小子是宁未欲碎 不未瓦全 白发牢狱的表情也差不多 一脸的净性之色 虽然这林小子的水里并不如何 但到底也是洞玄期的修仙者呀 在这样封闭的食物 自暴的威力 那可不是说笑的 还好总算是撑过去了 否则 若是不明不白地陨落在此处 那才是太冤枉了 此刻说是截后余生也不为过 然而 奇怪的一幕却映入眼帘 雷星刚才那自暴的威力非同小可 然而这件小小的食事 却依旧是完毫无损的 给人的感觉就仿佛 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别说坍塌龟裂 连食事中间的那几根 排列的错落有致的食柱 依旧是好好的 连位置呢 都没有挪动分号来着 这怎么可能呢 区区一斤食物 怎么可能坚硬到如此地步 那白发老郁难能自语的声音传入耳朵 这正满是震撼之所 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如果不是这 灵花仙子洞府入口的禁止奇特 当年我就将宝物取到手了 何必还要费这么大波折 布下一个局呢 范姓老者的声音传入耳朵 不过此而此刻 他的脸上满是阴沉之嗖 嗯 这话倒也是没错 不过此今知识什么 师兄你确定自己已经弄清楚 白发老郁浑浑浑地说 如果没有十足把握 老夫也不会准备此行了 老者重新将目光落向前面的石柱 微微叹了口气 当年老夫无意间发现了 灵花仙子的洞府 然而却杀鱼而归 没有得到任何的宝物 后来我辗转翻阅了无数点击 终于将此挡路的禁止弄清楚 竟是魔道早已失传的玄音魔镜 什么玄音魔镜 那不是上古魔道最为著名的三大禁止之一吗 怎么会出现在此处 那位灵花仙子不是修炼的自然仙法 白发老郁面色一变 有点吃惊起来 师兄啊 会不会是你弄错了 师妹你多心了 老夫说过 有十足的把握 绝不会将此禁止看错的 至于灵花仙子身为德鲁伊 为何会懂得魔道的禁止 这我也不清楚啊 老者难难地说 反正只要能将此禁止破除就行了 师兄言之有理 那你翻阅点击 一定是找到了破解之道类 而且与修士的原因有关系 否则锦衣尊者 恶火投脱 还有义夫人 同我们都是有几分关系的 以前合作寻宝 这次为何一定要偷袭他们几个呢 白发老郁眼睛半开半合 等待对方的解惑 师妹所谓没错 老夫花了无数心血 终于找到了如何解除悬阴魔镜的方法 此间之神妙一极 防护力更是到了一个无法想象的境地 卓尔强用蛮力将它解除 虽然也并未办不到 但别说我们董玄机修仙者 就算是分神器大能 每个一年半载 那也是想也别想的 而这里位于韩泊兵园的深处 等个那么久 就算再油腻一天的运气 也非为妖族发心不可 所以用蛮力是不可取的 不过若是凑齐四名 董玄机以上修饰的原因 施展血迹之事 最多小半个时辰的功夫 就可以将此尽之解除 范姓老者恶狠狠地说 原来如此呀 白发老玉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其初他虽然配合范姓老者的行动 但对这一切都还是迷迷糊糊 如今所有的谜底终于是全部解开了 不可随即 他的脸上又露出了一排苦涩 可林小子已经自爆掉了 需要的四个原因差一个 如今该怎么办呢 这 范姓老者一手俯额 脸上露出几分古怪之色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只要变通一下 还是可以想到解决之策 变通 怎么变通呢 听说还有方法将这可怕的禁止破除 白发老玉不由的大喜 毕竟此行他们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 他可不想空手离开这 咦 然而就在这时 范姓老者却张口结舌 脸上露出了吃惊这色 目光呆呆地向后边望去了 怎么了 白发老玉一恶 以为有什么危险与不妥 也盲盛上的目光 转过头去 范姓老者的嘴角边闪过了一丝 鸡巢之色 一张口 一柄灰蒙蒙的仙剑 裹着光霞飞零出 一闪 就已经斩下了那白发老玉的头颅 接着一寸许高的原因出现 然而他的脸上还带着几分茫然之色 似乎一时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范姓老者却没有闲着 袖抛一服 刚刚那天罗地网又飞了而出 将袁英紧紧地束缚 于是白发老玉 也成了龙中鸟 插尸了头 为什么 袁英 目无耻欲裂 尖锐的声音传入耳朵 此时此刻他终于反应过来 为什么 这还用闷吗 范姓老者脸上 却满是好征以侠之色 师妹 你太天真了 脸小字抱了 想要将这禁制撤除 还差一个原因才可能 是要将你的原因拿到手 不就凑足了吗 可 可我是你师妹呀 白发老玉的声音 跟杜鹃提血差不多 我们败在师尊门下 同门学艺数千载 那又如何 范姓老者脸上 却满是不以为人之色 师妹又如何 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的 想要求他长生之路 除了机缘与运气 各种宝物是必不可笑的 谁占有的资源越多 谁就离长生不老更进一步 取取同门的情谊 又算得了什么 灵花仙子的医保 我是志在必得 如今 韩泊兵员妖族已经已变 我如果放过这个机会 等待下次再来取宝 那危险性将成倍提高 你以为我会做这样的啥事吗 所以 只好委屈师妹了 范姓老者厚颜无耻地说 你 盈盈 以为气得说不上话了 过得片刻才历声道 好 果然是我的好师兄 但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连同门都不放过 迟早会遭报应的 这两千四百八十六章 黄雀在后 报应 范姓老者听了 那张满是不以为然之色 师妹 别天真了 你我都是修行者 追寻长生之路 原本就是逆天而行的 你还真相信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吗 这一次是违兄对你不起 不过 我也会记得你的好处 你就不要记恨违兄 乖乖地去阴曹地府 唤一位落 那范姓老者绣炮一副 又一道光辖飞零而出 将那云莹一裹 残叫声传入耳朵 随后 云莹就 晕过去了 老者见了脸上 无惊无喜 随后在腰间一拍 很快就布置了一个 玄妙 但却诡异常地 阵法出来 将四个已经昏迷的 原鹰放在阵法中间 随后的双手 淋淋挥舞 几道法掘打出 那阵法突然亮了起来 一层妖异的红色 将那四个原鹰包裹 半个时之后 轰隆隆地 巨响声传入耳朵 石屋中间的几根石柱 已经踪迹全无 而在一侧的墙壁上 就有一个高障于的石门 陷阱而出 发行老者喜动颜色 脸上的表情更是得意 费劲辛苦 自己终于将这 爱事的阵法破竹 同时 与自己一起寻宝的修士 也全部昏归地府 如此一来 所有的宝物 全都归自己一个人了 最后 他不再迟疑 伸手向那石门推去 枝牙一声 传入耳朵 石门并不能成为阻隔 向两旁打开了 一条宽敬的通道 映入眼帘 发行老者身形一闪 以脉步走入里面 那通道并不长 后面就是 凌华仙子真正的洞府 格局也与一般的 修仙者的洞府差不多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间比刚才 食物要小成一些的 厅堂 不用说 这自然就是客厅了 然而 里面却空无一物 一看就没有任何的宝物存在 不过 范姓老者却并没有 立刻离开这 而是仔仔细细地 寻找了一番 其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最后 脸上才带着失望之色 向前面走去 小小一个洞府 能有多大呀 很快 连单房 林耀元 藏书阁 还有连工坊 都被他翻了个底朝天 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范姓老者的表情 有些难看了 难道自己费尽辛苦 最后却是白忙话 不可能啊 他得到这个消息 明明是非常准确的 莲华仙子作化于此 他生前没有收弟子 好友也不多 按理说 随身的宝物 应该都在此处 怎么会找不到呢 范姓老者有点急了 虎心谋划了这么久 甚至不惜将师妹都害了 他可不想 最后的结果 却是白忙活 深深呼吸 才将那郁闷的心情 慢慢地平复下去 随后他向洞府的 最后一斤实施走去 那是零花仙子的闺房 希望不要再让自己失望 走进闺房 迎面却闻到了一阵花香 老者大惊失色 忙袖跑一服 一阵狂风呼叫而出 他害怕那花香中有毒啊 不过这明显是起人忧天了 最后他才看清楚 屋子中的摆设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用白玉雕刻的 一个座玉像了 有真人大小 唯妙唯宵 用徐徐如生来形容 一点也没错 这应该是零花仙子本人的雕像了 而在雕像的旁边 放着一张精美的牙床 床的中间呢 还堆着一些东西 发现老者目光扫过 心头顿时狂认起来 表情一下子变得活热 甚至有喃喃自语的声音传入耳朵 我没有看错吧 这是天灵草 传说不用炼制 也能活死人肉白骨的灵药 还有这花花绿绿的东西 难道是海风腾 传说这东西 甚至能够让修饰灵根的品质 在原来的基础上 尽上一级 还有这白花蛇草 据说是真灵黑水玄蛇 朝日附近才会生长的灵物 此宝若实现实 妖族哪些杜绝其大能 恐怕也会打破头的 发现老者的见识 当真是非同小可 看清楚牙床上的 数种草药后 脸上露出震惊 以及的神色 虽然她已经幻想过 灵花心思的遗宝 非同小可 但也万万没想到 回到这样的地步 哇哈哈哈哈 她难掩心中的得意知情 忍不住哈哈哈哈的狂笑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一冷冷的声音传入耳朵 倒要连自己的师妹都不放过 你这么无情无义的家伙 也非拥有前辈修饰的医保吗 谁 奋行老者大惊失策 那心仿佛一下子 从高空跌落到谷底 那忙记处理防御宝物 然而却并没有遇见偷袭什么 唯有轻微的脚步声从后边 传入耳朵 奋行老者有点胆寒了 缓缓转过身体 以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不可能 是你 一瞬间她几乎以为自己看错 揉了揉眼睛 然而那熟悉的身影 明明就是林轩 不可能 你怎么还活着 我明明惊眼看见你自爆的 父亲老者的表情 就与剑手鬼差不多 这样诡异的一幕 如果不是心眼目睹 他几乎以为自己在做梦 哼 自爆 那不是眼人耳目 倒有一路上的表现 我也是可疑 所以林某用了一个小机梁而已 雷轩淡然的声音传出耳朵 对方的表情 则已是难堪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 刚刚的所谓的自爆 能够将自己隐瞒过 这可不是普通的动寻器修饰能够做到的 难道说 他不由地再次将神职放出 想要确定下林轩的修为如何 而这时候 林轩当然没有必要再隐瞒修为了 强大无比的法力 在体内肆无忌惮地流淌着 你 你是夫人气老怪我 发现老者的声音有点发抖了 尽管这时候看见林轩 他隐喻也猜到对方的实力 恐怕非同小可 但也万万没想到 会是这种最糟糕的情形 这次寻宝 他准备充分一击 甚至还备有杀手锏 就算碰见洞轩后期的妖族 都可以一战 然而分神起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 可恶 怎么会碰见这种半猪吃虎的家伙呢 他在心中郁闷一击 然而这时候后悔已经没有意义了 脑海中念头急转 然而事情到了这一步 想要再蒙混过关 似乎真的是奢望了 然而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蝼蚁尚且偷生 何况是修心者呢 尽管明知道情势恶留到极处 可他又怎么甘心束手就负呢 原来前辈刚才是在半猪吃虎 一切都是误会 误会 雷轩笑了 这么苍白无力的解释有什么用处啊 自己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随随便便就可以骗过 倒要不用抱侥幸心理了 乖乖地去阴草地府 黄去路上 你师妹会很乐意看见你的 雷轩冷冷的声音传出耳朵 换一被落 左手已经抬了起来 随着他的动作 突然间狂风大作 从袖口中涌出了十余道 银色的剑光来 那些剑光一出袖口 迎风一闪 竟化为了百余道之多 如狂风暴雨一般 将对方铺亭盖地的席卷 那范兴老者大惊失色 当雷轩开口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不妥 故而反应也是极为迅速 只见他身形滴溜的一转 顿时啊 一股股灰色魔气 从他的身体表面喷波而出 鬼哭狼嚎声大作 那些魔气 轻刻间就化为了 一条条水桶粗细的网蛇 恶狠狠地向剑光扑过去了 而老者的招数还不至于此呢 他可不敢奢望这样的招数 就能将分神器大能地攻击挡住 在放出魔气的同时 他一向后退去 同时寄出了两感疯天化戟 梁宝一出 立刻寒忙大作 神勇异常地挡在他的身前 然而有什么用呢 很快璀璨的剑光已杀到眼前 放眼望去 只见银芒一片 不管是魔气变化的蟒蛇 还是那对风天化戟 都没有起到分毫的用处 轻刻之间就已经被 搅为了粉末 老者魂飞魄散掉了 前卑饶命 他一边身形一闪 朝着邪色里激射开 一边大声地求饶 然而林轩视若无睹 对于这种心狠手辣 背信弃义的家伙 还需要手下留情吗 剑光将他的招数破除 丝毫停顿野恶 如影随形般地追上去了 啊 残叫声传入耳朵 恶人自有恶人魔 犯性老者机关算尽 最后还是已落在林轩的手中 连云鹰都没有来得及逃出 只剩一杵屋袋 孤零零地在那里悬浮 动寻期修饰的宝物 林轩未必看得上 但俗话说 蚊子腿再小也是肉 浪费这颗血的 林轩走上前两步 伸手将锄带抓住 最后才低下头 打亮起真情的宝物 那些奇花语草 全部摆放在牙床之上 总共有十余种之多 可以说啊 每一件宝物 全都是非同小可 价值之大 看得林轩也怦然心动 凭心来说 这次冒险 还真是没有白忙活 然而林轩的脸上 却满是古怪之色 这次收获是很丰富没错 然而这些奇花语草中 根本就没有通灵之物 换句话说 也不可能 拿来炼制身内化身来 这次寻宝收获是不菲 但目的却没有达到 林轩发呆了品刻 叹了口气 最后又深深呼吸 开始调整自己的情绪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好郁闷的 俗话说 人贵之足 得到这么多逆天之物 自己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自己来到滨海界才多久啊 就算这次没有寻找到何用的宝物 以后不也还有机会吗 林轩如此这般的想着 心情顿时好了许多 绣号一幅 将牙床中的事物 一一收了起来 最后林轩呢 又在整个洞府中 仔仔细细地寻找了一遍 依旧是没有任何发现 于是 林轩也死心了 化碑到惊鸿 离开了凌花仙子的洞府 这次寻宝虽然没有达到目的 但收获还是不菲的 林轩准备离开这是非之地 毕竟从那蛇妖的口中 林轩知道如今的寒破冰原 可是危急重重 虽然以他的实力并不害怕 但没有好处 林轩也无兴趣去掺和妖族的闲事啊 一个人赶路 比来的时候 同几名洞巡旗修饰一起 明显又容易雷仙 毕竟这时候林轩没有必要在隐藏实力 可以将领气术和隐匿神通 毫无保留地发挥到极致 一路醒来 那蛇妖果然没有撒谎 整个寒破冰原内松外紧 进来时相对容易 这想要出去呢 则困难一极 一路上高阶妖族不计其数 各种进制 还有低阶的妖兽 数量也是数不胜数 表面上看那些低阶的妖兽实力不值一提 但其实他们都可以作为妖兽们的耳目 故而林轩是丝毫大意不得 好在林轩的隐匿潜藏之数 实在是玄妙异常 故而一路醒来 表面上看处处充满了危险 其实却是如履平底 就这样一连数日过去 俗话说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因为要施人隐匿之数 所以林轩飞行的速度 自然是快不了的 一连几天过去 也并没有赶出多少路 依旧在高阶妖族的势力范围中 这天清晨万里乌云 一道灰蒙蒙的惊鸿 由天际划过 说是惊鸿 其实却不嫌眼已急 即使在很近的距离 也难以看清楚 而且几乎没有灵气外露 顿光中林轩悠然地赶路 虽然这附近砸落着不少妖族 甚至还有几名高阶妖雄 但林轩不在乎 对自己的神通他信心十足 这几日 他好多次从高阶妖旧身边飞过 对方丝毫没有感觉到不妥 所以林轩呢 也不打算绕路 然而这次他错了 下边的冰面上 一形如蜗牛的妖兽 慢慢地爬着 看上去毫无奇眼之处 然而这种低阶妖兽 别神通没有 却能够看破世间绝大多数的幻术 他头上的两根触角动了动 最后 金笑声大起 树道惊鸿从远处同时升起 直奔 林轩飞逝而来 不好 林轩的顿光骤然停止 脸色阴满一击 这还真是阴沟里翻船啊 他做梦也没想到 高阶妖羞都拿自己为奈何 他的行踪 却会被低阶的妖兽莫名其妙地发现 太大意了 不归怒归怒 雷神却没有什么惊慌之色 然而就在这时 远处一芒又起 最后满天都是磅礴的邀请 轰隆隆 如同滚雷般的声音 传入耳朵里 那一芒 以极快的速度 飞向了这里 第2488章 新九宫 虚剑 雷轩眼睛微眉 脸色越发的阴雨 今天自己的运气 还真是不好一击 前面几名妖羞也就罢了 后面这个 则是活人驾驶的 纷真器妖族 看来 今天自己有麻烦了 既然行踪已经暴露 雷轩也就 不再小家子气的 藏着掖着 此时再想要隐匿 本就是多此一举 雷轩跟随 大大方方的扇在原地 很快 那几道顿光就来到面前 光芒一连 几名妖族的模样 清晰异常的 映入眼帘 前面的三个雷轩 没有在意 两个一女 都不过是离合 这儿的修为 在雷轩看来 不过是蝼蚁而已 然而后面那个 则当真是非同小可 高足有仗鱼 身材更是魁梧到令人 叹为观止的境地 浑身肌肉 囚结 凶手人身 穿一吃银白色的战甲 单手提着一柄巨斧 那巨斧的表面 隐隐竟有一些 黑物形状的阴魂 缭绕着 一看就是凶煞之物 只要那银白色染甲 表面的符文 也是玄妙古朴 一看就知道 这铠甲 不是什么凡物 此妖方一现身出来 可怕的灵牙 就已从天而落 这是一名 分尘中期的妖族 而且是中期的顶峰 参见尊者 雷轩还没有什么 那三名离合期的妖羞 却是大惊失色 王熙熙跪了下去 哼 对方是分身期修士 你们在这里 只会爱仇爱脚而已 都给我滚到远处去 那熊妖的声音传出耳朵 如晴天打了个霹雳 是 那三名离合期妖族 自然分毫一夜无 经历一礼 浑身就已精芒打起了 在分身期存在的眼里 他们不过是蝼蚁 解除这种程度的争斗 连怎么死的到时候 恐怕都不晓得 让他们退出 三妖自然是求之不得 然而真的是想走就能走吗 一旁的林轩可不是看客 此时此刻 他的嘴角冰露出了一丝 激潮之色 嗯 就不到有慌什么 既然来了 那就留下来好了 否则别人还以为 林某不懂得代寇之道的 话因为落 林轩袖袍衣服 一片青霞飞雷出 略转折 以化为十余道见光 先是葱的一声 向四周散去 最后绕了一个圈 又飞了回来 这诡异的动作 让那熊妖一恶 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惨叫声传入而断 那三名离合期妖族 才跑了数十丈远 就被剿为了粉末 连妖魂都没有来得及掏出 雷轩并不是傻 但该心狠手辣的时候 也绝不会手软 不将这倒霉的三妖灭除 难道还要傻乎乎的 放他们回去报信吗 而斩杀三妖以后 剑光并没有散去 而是化为几道惊鸿 飞向了远处的天际 很快 爆裂声传来 却是方圆百里 所有的妖兽 也都被剿为了坟墨 吹县掌一致 自己的行踪之所以暴露 就是因为这些 能够看破隐匿术的低阶妖族 雷轩当然要将他们灭除 以绝后患来 呵呵呵 好 好 狂笑声传入耳朵 然而那熊妖的眼上 却满是暴怒 居然敢在本尊面前 杀我族人 我看你就是活得不耐烦了 是吗 雷轩淡淡的声音传出耳朵 难得与他啰子 事情到了这一步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如今最佳选择就是 立刻动手 用最快的速度将它灭除 否则 一旦惊动更多的妖族 那麻烦可就大了 雷轩虽然对自己的人通信心十足 但双拳难敌四手的道理 也人人清楚 于是一点也不耽搁呀 换一尾落 绣袍已是一幅 煞石金银芒刺目 九九八一口 淡银色的仙剑 从衣袖里边飞零出 这个不是这么垃圾见光啊 而是林轩师大师的 寄出了自己的本命宝物 九宫续剑 且是三属性的 在原来活属性的基础上 又加上了水 还有雷电 究竟威力会如何 说实话 林轩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这三属性的宝物 自从激励成功之后 还从来没有勇于对敌 也算眼前的熊腰倒霉 被林轩当作了事件之物 只见荧光联闪 那一柄柄的仙剑 在林轩身体周围盘旋 最后 林轩口中轻松发觉 右手抬起 四怀十极的 意志向今点去 极 话音为落 一团璀璨的银芒就爆开了 随后那些心剑 一化为酒 变换成了 数百道一般无二的剑光来 璀璨的剑气之冲云霄 耀末的剑光 更有如波浪 层层叠叠 向着对方席卷而去 难生之惊人一极 难以言语 熊妖也是大惊失色 原本区区一名人类修仙者 但根本没有放在眼中 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面对林轩这可怕的攻击 他竟然从内心里产生了一股害意 这可是数万年都不曾有的呀 可恶 兵雄一族向来是以勇猛输成的 自己怎么能怕区区一分神出气的人类修仙者呢 下一刻熊妖就为自己心中的怯弱 而感到羞愧了 最后他一声爆喝 脸上些许弥漫退缩 已经消失的分毫踪迹也无 却而代之的是猙獰之色 单手一舞 惊天动地的爆裂声传入耳朵 却是从他的衣袖中又飞射出了一道乌红来 虽然速度快急 然而林轩何等引力 依旧看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试样古朴的长歌 表面呢还缠绕着一圈圈的令狐 噼里啪啦声大作 磁宝在飞行的途中居然变大了十倍有余 如一头凶猛的蛟龙般 恶狠狠地向着那银色的进光扑咬而去 下一刻两间宝物接触在一起 然而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如同将一滴墨水滴入到湖里 那乌红迅速被银色的进光吞噬 狮子投入小湖尚能寄起一丝波澜泪 可眼前完全是泥牛入海 就如同送羊入湖口一般 不可能 熊妖大惊失色 眼珠子几乎都快要蹦出来了 虽然看出对方寄出的宝物非同小可 然而他刚刚的内进古宝也不是梵物啊 今儿连一点波澜都没有掀起就被吞噬了 背后寒毛倒数 不过这时候再感到害怕也没有意义了 阴天动地的咆哮声传入耳朵 他浑身上下腰气喷勃 整个身躯骤然暴涨起来 原本就高涨许 顺客之间 并变大了十倍有余 第2489章 仙剑斩身微 巨大树 此腰原本就身形魁梧 此时此刻更有一种 轰然磅礴的戏事 弥散而出 他的脸上由猙獰闪过 随后手一抖 将那柄巨斧 抛到头顶上空 双手抬起 动作凝重异常地 向前方按去 同时口中吐出 玄妙古朴的咒语 此时此腰的动作 无数头颅大小的符文 从他的身体里面 飘散而出 随后此腰一张口 一道精血喷勃 迎风一闪 融入那数以百计的符文里面 那些符文一转 如同长径西水一般 将半空中的巨斧 包裹了起来 如同万鬼奇酷 顷刻之间 连天空都阴沉了下来 最后此腹发出了 一声长鸣之音 同样是变大了十位有余 化为一数十丈长的 庞然巨物 同时此包表面 所营绕的阴魂 也一下子清晰了起来 轻面獠牙 形貌及时可步 力笑着 仿佛想要将敌人 撕成粉末 熊瑶的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这柄凶刃的威力 他最清楚 不过 这虽然是他的本命宝物 平时呢 他却也不敢将 百分之百的威力 完全发挥出来 因为上面所蕴含的煞气 会对主人 也有可怕的反射效果 不过此而此刻 他顾不得 将全身的封印解除 让这可恶的人类羞使 来祭自己的利福 结果会如何呢 林璇显然也看到 凶人的可怕之处 然而他的表情 确实实弱无毒 连变招的一丝业巫 更没有施展巨剑术 让九弓虚剑和二为一 共同来抵挡对手的巨幅 轻视 或者说林璇 对新九弓虚剑信息十足 三属性的宝物 真有这样的威力吗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 下一刻 九弓虚剑所幻化的荧光 与那巨幅幻化出来的黑气 恶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地动闪摇 随后 两股惊人的灵压 由击状处冲天而起 方圆树里 整个空间都开始扭曲 轰隆隆仿佛 惊雷一般的声音 不停地传入耳朵里 随后 一巨大的光球 跃升而起 开始直径得不过张旭 但转瞬间 却已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 暴涨了起来 方圆树水里 都被笼罩在了期间 而凡是光球所到之处 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虚无 冰山融化 整个冰原的地面 也没能幸免 被削去了厚厚的一层 那鱼波的可怕之处 难以言喻 雷林轩呢 都不愿意直迎其风 而是向左跨出一步 退后了 千鱼丈远 同时呢 还记起了保护膜 熊摇更是大惊失色 伸出手来在后脑一拍 一巴掌大小的盾牌 从他的嘴巴里面 飞了出来 滴滴滴的一转 顿时变大的 如同小山一般 将他巨大的身形 挡在后面 短短的十几夕啊 却漫长的 如同过了一百年 终于那光球化为了虚无 天空重新恢复了明镜之色 然而附近的环境 却是大变了 远处原本 延绵起伏的冰山 已经踪迹全无 就仿佛被硬生生的 蒸发掉了 连下方的冰原 也被削去了厚厚的一层 变得分外平整 顶空中银芒 黑气早已消失了踪迹 只剩下一柄巨斧 孤零零的 悬浮在半空之中 然而此而此刻啊 这柄让人 胆寒的凶忍 却完全没有了刚刚的威风 据大树已经解除 大小就如同普通的宝物 同时此宝表面营绕的阴魂鬼物 也踪影全无 不仅如此 此宝表面还变得坑坑洼洼的 就仿佛经历了万载岁月的侵蚀 一阵风吹过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那巨斧居然 断尾几节 从天空中坠落 原本威力无比的宝物 如今变得比一块繁铁还不如 不 不可能 熊妖瞪大了双目 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自己的宝贝自己最清楚 这凶刃呢 论在人妖两族 那都是大大有名的宝物 其他的低阶修士暂且不提 连人租分神七老怪物 死在他府下的也有十五人之多 怎么可能一个照面就被毁了 或许是太过饥饿 熊妖连脸上的表情 都有那么一些呆致呢 都有些茫然的抬起头颅 在天空中又看见了一样宝物 那银色的仙剑呢 还在离他百余丈远处 寒旋飞舞 神诗扫过略微一数 共九九八十一柄之多 一点也没少 而且呢 每柄仙剑都灵性十足 刚刚那可怕的一击 竟对他丝毫伤害也无 太彪悍了 远处临旋的脸上满是欣喜之所 这九宫徐剑威力之大 留在他的想象之上啊 这还仅仅是三属性的宝物 如果将剩下的属性全部凑齐 可想而知 此间会所向批你到什么地步来 雷权也不由得非常期待 当然 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此时此刻 先应付完眼前的敌人再说 脑海中念头转过 雷权呢 又一直向前点出 随时他的动作 九宫虚剑一闪 停止在原地的盘旋 随后痴痴声大作 再次如同疾风骤雨一般 狠狠地嘲让敌人 攒刺过去了 雄摇眼中闪归了一抹 胆怯之色 经过刚刚的那一幕 他的勇气完全被摧毁殆尽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 浮身其修心者 如果不是此界人族 没有杜绩其大能 他几乎地怀疑 是不是那种等级的老怪物假冒的 来这里伴出赤壶 别说自己一个 就算是再来几个帮手 是有八九 也是送羊入虎口啊 所以看见九宫虚剑再次飞刺上前 他根本就丝毫抵抗之心都没有 直接掉头就跑了 不得不说此要的顿数 颇有玄妙之处 然而想要从林轩的手中逃出生天 实在是太天真了 林轩再次伸直一点 顿时九九八十一柄 临成一片 灵光颤抖之下 速度暴增里面有余 瞬间就后发心智地追上去了 残叫声传入耳朵 熊妖躲无可躲 虽然他不愿意束手就死 一连寄出了数件宝物 但没有用处 那些宝物在三属性九宫虚剑的面前 如同指呼 很快 这倒霉的熊妖就被乱箭分支掉了 然而蓝芒一闪 遗物却从那尸骸中击之而出 林轩丝毫不以为其 早有准备的一台手 空间波动骤起 一青色的巨手 出现在了视线里 2490章 令狐香儿 随后灵光一闪 那巨手的动作快如闪电 一把也将那蓝芒抓在了手心里面 是一拳道大小的腰单 上面有一芒闪烁不已 还有一寸许大小的腰魂 附着在其间 那腰魂是一迷你版的巨熊 满脸的金黄之色 被抓住后 还施展秘术 想要逃脱 当然 这番努力是拖劳的 雷轩伸手一拍 一个洁白的玉瓶飞了出来 清光喷勃 一道光霞 将那腰魂包裹 装入瓶子后 又贴上禁止符禄 分身漆 妖族的魂魄 就算自己用不上 拿到仿式 也是能够换取大量金石 随后灵轩如法炮制 将腰单 以及一些重要的 腰手材料 全部一一收好 随后灵轩无意在此地 多作逗留 将九弓虚剑一收 浑身轻芒大起 就欲离开原地 然而就在这时 他突然眉头一皱 像是感应到了神门 原本璀璨的清芒 又重新暗淡了起来 最后 雷轩缓缓地转过身体 眼睛微眯 眺望向那天边的极远之地 然而 云淡风轻 天边除了飘荡着几朵 淡淡的白云 根本就别无他物 更不要说什么 异状发生了 可眼睛能够看到的距离 毕竟有限 神识 更能够极远 雷轩悠悠地叹了口气 显出几分落寞来 麻烦真是喜欢来找自己 既然不怕死 那没有关系 本少爷就送你到 阴草地府里去 雷轩自问 刚才灭杀妖族的动作 已经够迅速 没想到还是晚了 又有妖族找着门来 真是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雷轩无意去 蹚妖族的浑水 可他们一个个 却不愿意将自己放过 那好 自己也不是指胡的 既然想要找死 那自己就 发善心做的好事 送他们去 黄泉地府 他的嘴角边 沉着一丝冷笑之色 雷轩是被一而再 再而三赶来的 妖族给惹毛了 毕竟泥人都有三分火 何况雷轩对自己的 实力信心十足 先前只是不愿意惹麻烦罢了 只要不惊动那 悬兵老祖 就算妖族布下失眠埋伏 他也有信心 由虫威中杀出 老虎不发威 真当自己是兵猫了 雷轩 好正以暇地 在那里等着 看哪个倒霉的妖族 又来做自己的囊中之物 足足过了半阵茶的功夫 天边隐隐地出现了一片 粉红之色 粉红色 同时 鼻中隐隐还闻到了一股香气 很淡 但却忧香扑鼻 令人心旷神怡 雷轩勃然变色 雷张警惕的表情 越发明显了 难道是粉红桃花上吗 这可是传说中的 灵界十大奇毒之一 就算雷轩身怀 混零天火 也不敢视之为无物 毕竟人的名 树的影 混零天火 虽然可以让雷轩 免疫大部分的毒素 但毕竟没有到 百度不尽的地步 对于十大奇毒中的粉红桃花杖 多半没有效果 想到这里 林轩袖抛一服 两颗新红色的丹药飞离而出 最后毫无犹豫的一口吞没 这两粒百蛇丹 以毒攻毒 有着不错的辟邪效果 接着 林轩又将九天零吞祭出 加上混零天火 一共是三道防护 虽然每一道都不足以对粉红桃花杖 起到完全化解的效果 不过三为一提 每一层都有削弱 此度也就没什么大碍了 然而这次 却明显是林轩多疑 那香气就是香气 闻闻令人浑身舒坦而已 与粉红桃花杖丝毫扯不上关系 包括林轩也没有露出什么自嘲之色 谁敢说自己的判断一定准确呢 俗话说小心无大错 自己这样多长一个心眼 是有备无患的 他依旧眼睛微眯 盯向那远方的天际 最后一朵粉红色的妖云映入眼帘 林轩眼中露出了一丝雅色 眉头也微微的皱起 这妖气隐隐的有点眼熟 而且林轩自问记忆力不错 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这可有些奇怪了 难道这粉红妖云的主人 自己以前曾经见过 林轩脑海中念头急转 表面上却依旧是表情默然 太山崩于琴而不变色 这点气度林轩还是有的 所以不管面对的突发状况是什么 他依旧能够保持一副平静之色 那妖云速得很快 刚刚还在急远之处的天际 很快却来到了近处数百丈远的距离 最后停在了那儿 由于云气的遮挡 过而林轩一时也看不清里面的妖族 正想要施展天风神木 一动听的声音传入耳朵 里面充满了诧异之色 哎 大块头 怎么是你 林轩一个筋都差点栽下去 声音可以说是陌生一级 然而那语气 林轩却是非常的熟悉 难道是我 只是他怎么会在这儿呢 世上哪有那儿的巧事 尽管心中充满了疑惑 然而林轩的脑海里 却还是不由自主地勾勒出了一副温馨的画面来 那也是一望无际的冰原 北风立效 然而一浑身纯白的小狐狸 却像丝毫感受不到冷似的 正在一冰山的后面探头探脑 小家伙长得漂亮极了 浑身洁白 那皮毛如雪之柔 似玉之韵 没有一丝杂毛 两只眼睛如同星辰般美丽明亮 此时小家伙不知道从哪找来了一个胡桃 用前爪子一碰 向前推出 我都便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响 向前滚了 而在不远之处呢 有一清丽秀美的少女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那容颜也说不上清国清城的地步 然而却是临寻魂心梦扰的 月儿 多少次午夜梦回 都是一人的身影 此时此刻 小丫头依旧是那儿的 唇美无暇 香儿 别淘气 过来 姐姐请你食堂 月儿姐姐真好 小狐狸的耳朵一下子竖起来 回答的更是奶胜奶气 一下子放弃了胡桃 四肢用力化为道白光 扑进了月儿的怀里 姐姐糖 我要吃糖 小狐狸用头摩擦着月儿的手 一副 撒娇的模样 好 害怕姐姐 赖皮不成 月儿娇春了一句 美好气的声音传入耳朵里 最后 玉手翻转 一个玉瓶出现在掌心里面 拔开瓶腮 芳香四溢 一股香甜的味道 传入鼻端里 月儿又不嘴馋 随身哪里会带有糖丸 这是修饰增进法力的灵丹 香儿一口通落到肚子里面了